有人說星座, 生潮反映性格雲晴 原來出生季節也是? 根據2012年一項研究 夏天出生的人 成為CEO的機會是最低的 因為他們小時候讀書時 通常是同班裡年紀最小的學生 學習能力一般較低 成績自然不太好 大過後會懶得做到高層 不過又有研究說夏天陽光充足 所以夏天出生的人 環抑鬱症的機會較低 我就是夏天出生 比起做CEO, 我寧願要快樂 你知道我以前在法國 暑假慢活很多 就是享受和享受 我們已經連續兩年 好像沒太多放過暑假 還是一直工作, 很忙碌 不過今年是我人生最初的暑假 剛大學畢業, 好好享受 夏天嗎? 給我的感覺就是石頭病 很多蚊子, 很多蚊子爛 有沒有好好享受夏天 經常想著這件事 未必可以很放膽地享受這個生物 蚊子爛一個在那邊纏著做什麼? 不知道 你們說什麼? 別說, 都不是說話 放, 甚至瘋狂 在這裡放暑假 才是放一個真正的暑假 我們在Santorini 擁抱愛琴海, 刺激的陽光 踏下去 是 真的, 中了一顆爆, 也有趣 好像按著那隻腳 所以可能他們幾個人在這裡跳舞 來附著大家一起 不要先試, 你先試, 我抓住你 是 如果不是你們逼我 我一定不會想 漂亮… 我們還去到天空之城 挑戰自我, 感受大自然的浩寒 第一次玩Skramling的運動 很高 在一條這麼斜的斜坡上 真的橫向走過去 開始下雨, 開始擔心了 Dorita這隻專門找蟲爐的小狗 然後她會帶領我們去找黑蟲爐 很棒, 很好吃 很棒 很棒 這隻很大 這隻很大, 對, 很好吃 要玩得瘋狂 又怎能少得狂歡小島Mekonos呢 準備出海了 我沒見過這麼大的生的白蟲 很高興… 我們來到Mekonos最高級的地方 在社交品牌, 不妨礙她 我們繼續喝 不要告訴別人… 不要告訴別人, 別告訴別人 我們…我們贏 2500年前 古希臘人已經就享樂 發展出一門哲學 在希臘人的DNA中 天生就有及時行樂的基因 這個夏天 我們跟希臘人過一個無憂無慮 盡情解放的暑假 要認識希臘這個國家 當然要來首都雅甸走一圈 作為上帝的後花園 西方文明的起源 而至為女神Dina明明的城市 那是怎樣? 就是來雅甸玩 這樣也不明白 雅甸, 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以前的哲學家 就是在廣場裡聊聊天 談出及時行樂的人生哲理 現在的廣場有沒有人討論哲學 我就不知道 不過廣場裡的古董事集 很多檔主都奉行哲學家提出的享樂主義 生意?喜歡就做吧, 真可憐 這個古董事集 其實什麼舊東西都有 你們看得出 舊的吉他 你也有我嗎? 我可以唱我, 甚麼都有 好像D打 這檔場真的有很多東西 教練甚麼了…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好像不是很不一樣的 不是, 他擺姿勢 好… 我想要這個 會選擇嗎?你知道是甚麼嗎 鏡頭嗎 不是, 平時你拍照 這樣, 背剪 拍照後有不同顏色 問一下多少錢 差一點, 好 找到他, 是否有機會 多少錢… Daniel 10元 你需要錢 感覺值10歐元? 我也有錢值10歐元 你想要一番番茄嗎? 我們可以付錢嗎 可以嗎? 你試試看嗎? 不是… 真正的, 真正的 是 韓國拿著這番茄子 我們有… 好,蘋果… 我們有香港蘋果,謝謝 好… 10小時 還有番茄子… 好… 我還打算送給她的… 全都給你… 好,很棒 這樣也行,成功 很棒 有時候咖喱可能會隨時開給你 全都沒有標價錢,你看到 你說多少… 她覺得你願意給多少就給你 我懷疑你可能會看見她 對 好… 拿我出去,來 買了所有東西 拿Bowie去換些東西,很可憐 他們很大志的男人 你誤會了,Bowie 我們只是想說你好像寶物般珍貴 這個古董市集什麼都可以賣 很適合喜歡尋寶的人 不過市集只開星期一至六 星期日就不要來摸門釘了 又熱又曬又痛,很渴,我請吃雪糕 來… Lanny,等等 怎樣 這些雪糕香港有得吃 來到阿滴,當然要吃一些地道食物 跟我去 先介紹一個非常常識的食物 就是卡拉巴奇和Suflaki 卡拉巴奇就是豬的傳遞 完全沒有概念,他會說什麼 卡拉巴奇是豬 豬豬椒 這個卡拉巴奇加披達的蛋糕 就是Suflaki 另外一個版本 就是用這道漬器來做的 價錢非常便宜 這些是屬於街頭小吃嗎 對 我吃我吃 有些人會買來坐在旁邊 你看見是這樣吃的 神經病 我想問,兩位 你們吃得這麼開心 我吃什麼,我吃薯條嗎 你們全宵 不是,這個卡拉巴奇的鑽燒 像很充滿 你不要小看它 有很多荷物, 從這裡的煮法是不同的 快點嘗嘗 讓你吃一口, Danny 你很乖, 我覺得我坐坐位置, 對不起 酸酸的, 茄汁像生薑肉一樣 放上去, 口感豐富很多 但它連薯條也夾在裡面 好像一個薄餅 但喜歡捲起來, 把肉都捲起來 還沒用 而且我聽說這裡的人會放咖啡休息 他們放幾個小時 幾個小時 甚麼 由下午1時放到下午5、6時 回到早上八晚九 早上八晚九 但中間放幾個小時 放四個小時 對 這個生活很適合 對 我們要先喝一些藝術咖啡 可以了 我吃光了 再見 你完全不吻合這個節奏 對不起 請告訴你 人急著, 咖啡比較適合我 希臘人出名喜歡喝咖啡 據統計,希臘每年人均消耗 7.6公斤的咖啡豆 平均一天喝三杯 喝這麼多咖啡, 不怕睡不著嗎 平時我喝兩、三壺左右 這個希臘咖啡, 它淡很多 我平時在香港很少喝咖啡 我覺得很苦 但喝這個咖啡, 我喝了一股草青味 我最多喝到甘味, 喝到草青味 對, 你喝過甚麼咖啡 其實希臘人在這裡幾個小時 咖啡休息時 沒甚麼工作, 一定是追求女生 肯定 但我來到希臘, 學會了一句話 就是追求女生 就是說什麼, 西加坡? 西加坡, 即是像新加坡一樣 一個女生好像是… 我愛你, 沒錯 這個不可以日本人說的 西加坡 我就適合一個給你看 我們再贏了 這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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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你看我們喝了幾個小時 喝到咖啡停了 好像沒有拌勻, 是不是水不足嗎 但他們有傳統的 有傳統 對, 其實這些真的用來占卜 叫預測運程 我們今天會玩得很開心 你真的想問這條嗎? 沒有其他東西想問嗎? 可否認識一個外國女生? 好… 我小偶的朋友嘛 Kinny怎麼樣… 你首先把杯子反轉, 然後反轉 反轉? 對 你看到這個應該是星形 好, 星形… 星形代表你今天充滿希望 凡事可以樂觀面對 還有時間… 還有時間 還不夠時間 但我不知道樂觀面對的意思是… 我相信今天一定會有 吃果 夏天, 武惠希臘帶來大量雨水 不過就有大大的太陽 曬?有甚麼所謂 希臘人不擔嬌、不戴帽 甚至連防曬也說不用擦 不想會否曬黑 不怕出不出雀斑 在這一刻 他們只想盡情地擁抱下日的陽光 不需要因為顧慮明天 而放棄享受今天 就是希臘人的活在當下 很容易地擴充沽水 因為我們挺不愧的 所以說死了 對, 很多人都會行 很 warehouse 謝謝 今天不小心 他會在內, 餘餘一起去 其實你問他 你問他, 他在你 不只可以看,還可以住 我感覺到很漂亮 它真的是一個泳房 跟我上網看的照片是一樣的 它的照片和描述是一樣的 我們過來享受氣氛,坐到太陽 連這座牆有降溫的功能 坐著也很舒服 真的,因為希臘人 很久以前已經開始住在泳房 因為這些牆壁很闊 可以隔著在外面的溫度 可以冬暖夏涼 而且因為建這些泳房的成本 其實低很多 直接在山上不停作 而且他們說如果小朋友出生了 在旁邊再作出一個小洞 就讓小朋友看住 整件事很可愛 你起碼找到一個較地道的地方 感受一下歷史、設計 我覺得很重要 感覺上看到這麼多白色 會否覺得心情好像平靜一樣 對,所以我也穿了白色衣服 過來平靜一點 但我們來這裡住 我們先看看床,好嗎 對 先看看 其實一架四小的窗 打光了這個空間 我覺得這裡的自尊很棒 你住在酒店 好像露台有些人看著 不知道怎樣 很吵,周邊也有人的聲音 但這個山洞好像屬於自己 對,為什麼只有一張床 我跟Alex睡,沒理由我們跟你睡 你自己在外面有三張床的髮型 你們一人一角睡 男女不要一起睡,出來吧 不行 你又走 不行 你這叫不可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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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怎會 我看… 去降溫,大海 溫滑、溫滑、積滑 當然是去玩盡它 去海邊,我想應該只是浸泡水而已 平日我連香蕉船也不敢玩 為何會來這裡 告訴你們 我香港一個機動遊戲都沒玩過 是嗎… 好,我們飛了 向上我們的家 如果不是你們逼我 我一定不會上 漂亮… 厲害 很厲害,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這個飛應該跟超級英雄一樣 你正確 喂,別動了 你正確,你正確 動得多了,很誇張 我沒試過眼前幾百八十度 甚麼都沒有,不要計算船 我想問你,我們會浸泡水嗎 會吧 一定是導演玩的 別哭,快點開水 來吧,我們做一張自拍 來吧 我們上班牙 不要讓牠停 拖滑板, 應該適合你 應該更容易玩 我幫你們拍照 也好, 我還沒冷靜 不要緊, 輕鬆一下, 輕鬆一下 噴射滑板的原理 就是透過水管接駁水上電單車 利用超強的水壓將滑板浮起 很考平衡力 如果玩得厲害 還可以升到五米高 Alex第一次玩已經玩得很不錯 Alex已經飛起了 然後你看這個人 他呆了, 應該在想自己怎樣玩 是不是很擔心? 不是 怎麼了? 我怕我再騎了 謝謝… 很乖的感覺 最初你會用很多力量 你要試幾次 你踏了幾次, 沒關係 再試 試到你觸摸到那樣東西 你會起飛的 你第一次起飛, 都會掉下來 不過沒關係 可以繼續 繼續到你 好… 到你了, Danny 好 告訴我, 讓我知道怎樣玩 Danny平時沒有玩開水上活動 噴射滑板對他來說 難度又真的比較高了 Santorini有個這麼漂亮的海 不是難度最高又最刺激的水上活動 怎麼對得起自己 跌了幾次之後 他已經開始掌握到了 玩得不錯 掌聲鼓勵 對, 掌聲鼓勵 阿良, 給我們心心 一掌握到, 你站起來 你就會感覺到那種力量 在哪兒 你就可以做多一點你自己想做 你得到一樣東西 新經驗… 我覺得你患了那麼久 我又想你逛街 不可以, 我還沒看過 可以掌握到我們 掌握到你身上太陽 別給他情 不要給他情 我要走的, 對 Vera是Santorini最熱鬧的小鎮 白色屋子依山而見 適合你們拍打卡照片 這裡的手信舖 由山腳開到上山頂 是時候掃手信回香港了 終於走到了 這裡就是這裡最高的級樓梯 588級 我們有500多級 除了坐車和走路 還有其他方法嗎 有, 你可以坐纜車或騎爐 幸好沒有走588級 否則會流汗 588級也是流汗嗎 我怕我走不到588級 你也綁了很久, 阿布爾 你會綁嗎 人家女神鞋就是女神, 會綁 你會綁, 會綁, 會綁 怎樣?這雙鞋很特別 因為很多希臘人 以前他們真的穿這些鞋 因為窮人或不太有錢的人 他們就是沒有鞋穿 所以穿得越綁越多 真的越身分高貴, 明白嗎 那你有排綁, 綁得上頭頂 怎樣 不如你走一圈, 讓你欣賞一下 各位女神, 各位 各位 特殊的腳趾真是很漂亮 很漂亮 28-55也不錯 不錯, 有了希臘虎 女神的味道 老闆, 35歐 很划算吧, 這麼合襯你 100歐也要付吧 不過我沒有帶錢 你剛才說有的 Low 5 對, 真是… 走吧 來吧… 聽到這個機會 你看景景 很像這樣 你想想想這樣的經驗 不是每個地方都有 在聖地區中間 不過說起這間餐廳 沒有免費的 我知道EA那邊的餐廳 如果你們吃飯的話最少五、六百元 就是港幣 這裡加起來好像一千元左右 對,湯、魚,什麼都齊了 還有香檳,有這樣的景色 一千元港幣 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特色 可能有些人比較酷 但這裡的人很開放 很想跟你說 對,你不問他,他就想跟你說話 就是想跟你分享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不知道他們的一部分 所以… 以前我沒有特別喜歡一種顏色 來到這裡之後,我愛上了白色和藍色 你有沒有後悔過這麼熱的天氣 快要起床? 絕對沒有 這裡的天氣雖然日比較長 不過起碼有風 我覺得很舒服的一種熱 我會不斷走去曬太陽,我在香港躲起來 而且你曬完之後,好像人變漂亮了 你覺得你是植物? 我都覺得你漂亮 男人說了甚麼?乾杯吧 乾杯